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比较生动 姿态呀 墨色呀 都画了比较具体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四棵树画好 然后再去画它这个寺庙 这个寺庙画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高低 我们要看左右上下画多大 画到哪儿 要看一下 加点水 画四庙因为我们要是用 我们是要用线勾的 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做 在笔头上再沾点墨 这个线呢不要太湿 这线不要太湿 太湿的话就容易那个什么 阴去的啊 最好是能干的干点 笔头沾墨啊 笔头沾墨 这个毛笔这个时候画着寺庙 笔封要有尖的啊 要有尖的 不要开的 你看一下啊 这个到底在画面什么位置 在竖的什么位置 画多宽 这个心里面要做好这个 心里要看上下 左右 画到哪儿 画多大 看一下 画多大 画多大的位置 下面那个要稍微扩一点 上面这个是 它可能是 这个线是这样走的啊 你看 是从下往上走的 这边呢 就是从上往下 下面呢 也是从下往上 然后这边是这样 然后 这边是这样 好 画这个饲料的时候呢 上面稍微就是高一点 就是这个顶呢 要高一点 这样啊 啊 它点了 帮我看啊 我们画里面的东西 先把这边给它画了 看看 用笔的时候要看一下啊 用笔的时候要看 好看 好看